9月5日中午,港铁人员抓紧抢修被激进示威者破坏的港铁保龄站。 9月4日晚上10时至9月5日凌晨,香港一批激进示威者在港铁将军奥县保龄站内聚众闹事。 他们在站内殴打站长,推撞其倒地,不停辱骂,并严重损害港铁站, 破坏车站内设施,用力气破坏出闸机器,砸毁售票机屏幕。 还有人在站外喷涂污秽文字和标语,香港警方最后到场制止暴行,拘捕多人。 9月5日,记者走访保龄站,看到港铁职员早上搬走出入口的铁栏, 并用橙色胶带将多部损坏的闸机及售票机封闭,贴上告示指示乘客使用其他售票机。 也有港铁职员在场指导乘客用未破损的出闸机出闸。 现场有港铁技术人员抓紧修理出闸机,技术人员先用机器测量损毁物件的规格并拍照, 通知后方送来新物件,再小心进行维修。 但是被损毁的机器众多,暂时无法完全修完。 也有港铁人员在用化学试剂擦掉示威者在墙壁写的标语。 因为售票机被砸毁,市民只能派长龙在服务台买票,费时费力, 许多市民表示非常不方便。 这些示威者的行为已经属于暴徒所为,让人愤怒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